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小宇 这个月12号苹果就要召开一年一度的球技发布会啦 国粉们应该已经摸权擦掌的准备好排队买买买了吧 苹果在电子领域所达到的高度已经算是一个老大哥级别的了 但苹果卖的最好的产品不是手机也不是电脑更不是手表 而是一根线 从iPhone7开始传统的原型耳机库被取消与充电口共用一个接口 配备的耳机线的插口也变成了和充电线一样的插口 苹果很贴心地配备了一个Lightning转换线 一头是传统的原型接口 一头是方形充电孔的接口 这样苹果以前的耳机也可以正常使用 而这一家Lightning也就成了苹果最厂销的产品 早在iPhone7去掉原型耳机孔的时候 就有不少小伙伴植物实在是不适应 小编也觉得去掉一个接口确实麻烦不少 最主要的是不能边充电边带耳机听歌啦 不过也能理解苹果去掉耳机孔 一是为了配合同时退出的AirPods无线耳机销售 二是因为敢用Lightning耳机孔 不仅音效更好还能解放内部空间 而最主要的一点是Lightning转换线 会严格控制信号中方设备 像一些山寨的耳机线 或是一些劣质的没有生产权线的耳机线 接上Lightning转换线也会被自动切断信号输出 所以小编认为能不能接上Lightning转换线 其实也是一种检验耳机真假的叫方法啦 除了Lightning转换线 好像苹果系列的纤雷产品销量都特别好 多端口转换器和USB连接器也都是苹果配件系列的小浪之王 不过小编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苹果的数据线都太容易断啦 最近也有一些传闻说 以后再出新手机苹果就不作原大头 免费送Lightning转换线了 所以小伙伴们准备开始自行沟路了吗 欢迎再见Internetstream 好长玩有趣逗逼的东西 我这里跟朋友都要没时间解释啦 快上车 拜拜 拜拜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